新冠肺炎疫情升温严峻 虽然基隆市政府已经再次把城市博览会延到6月再举办 不过市议员们还是非常担心 硬要举办城博会会造成疫情再次扩散 疫情上面我们如何去斟酌 是不是在延期或是取消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管是有没有人潮 都是在严禁当中又举办了 如同在整人市写上加霜的 官销处已经在城市博览会 由市长这边在书面报告上 或者是说明上都有提出来 是否能够套用到整个基隆市的活动上面 我们6月10号到6月19号 我们要办城市博览会 看这上面报告的 6月25号我们要办老鹰加年华 6月29号我们农历7月1号鬼门开 7月12号我们中元节 但是我们要不要办 尤其是当基隆市的确诊人数 是基隆市的确诊比例 是冠于全国的时候 那如果我们办的话 我们怎么样保护 这些来基隆玩的游客 我们有没有做任何的配套措施 我们中央的政策每天都有公告 很多疫情相关的办法 那也希望新闻科可以多加的宣传 让我们的市民知道我们 譬如说在这个防疫期间 现在隔离的天数的改变 什么让可以透过我们地方电视台 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民众知道 所以接下来还有非常多的一个 可能是饮食的一个摊位 我们在这一次的城部会当中 是否也可以 就是我们可以购买 但是现场是不是可以禁止所谓的 边走边吃的相关的一个规范 我们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我们希望外线市的人来我们基隆 参观我们基隆的蜕变 来看我们的承播会 可是我们又怕别人带给我们的伤害 到时候开幕的时候外线市人没人来 或者是说那天人数暴增 就是有我们预估的那么多的人来 我们的医疗的量能跟人员足不足 那你在六月份办这个陈伯卫怎么办 全台湾这么多人确诊 西融市保守估计也有十万人以上要确诊 所以在这种疫情情况之下 我希望陈伯卫不要勉强去办 而基隆市政府陈伯卫主导单位 关销处长曾滋文表示 目前仍然依计划在六月十号到十九号之间举办 目前没有延期的打算 会和卫生局讨论好相关防疫措施 六月十号十九号这个时间点 如果根据疫情指挥中心 还有大家的一些专家的这样的一个意见 可能疫情的这个部分是在五月下旬到六月初 会是一个疫情的高峰 那舒缓期呢就有可能会落在七月中左右 但我想这都是一个推算跟预估 当然现在我们从过去的七年到现在 必须要认清楚这个病毒 然后大家要做好一些这个自身的防疫 然后要与病毒共存的这件事情 所以当人所有的这些准备呢 我们希望说到时候举办成博会的时候 我们是能够跟卫生局讨论一个比较清楚的 这个防疫的规范 不然不管是我想政府端的部分 对于我们举办方的部分 我们就是在所有的防疫的措施 我在报告里面在市场的报告里面 也有跟卫生局有提出来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人流的部分 我们会去看我们几个主展馆 在人流的部分是不是要做一些管理 那不要让这个人流的部分 好像到时候这个小小的掌间里面 挤满了人这件事情 那我们会做一些规划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会尽量去 promote我们的这些选物 办手礼 但是呢我们尽量呢 来让大家知道说 不要在一个风险大的地方来用餐 比如说人很多的地方 很密集的地方 那这些是需要去做一些规划的 那另外还有就是绝对不能边走边吃 这件事情是绝对严禁的 所以我想这些规划的措施呢 我们希望能够在目前 我们并没有延期的打算 市议员们对于官销处 这几年来努力推动行销基隆 都给予高度肯定 因此也希望在陈伯会 这件大事上做好必要的防疫准备 记者吴俊松 机动报道 好 好 好